台海局勢緊張之際 被視為是攻台主力之一的解放軍第七十一集團軍 近日展開進攻戰鬥演練 利用數碼化設備、分享戰場情報 增加作戰的精準度和成功率 將位聰報到 央視軍事播出東部戰區第七十一集團軍 一個數碼化女合成型 日前在安徽東部展開實彈戰術演練 演練注重數碼化儀器的使用 使用無人機、熱城仗儀、雷達、偵察車等設備 對敵方防禦設施進行偵查 拼引項目標訊息傳到指揮車 然後判斷戰場態勢、確定作戰方案 演練中各個分隊需要互相配合 突擊車分隊利用即時共享的情報協助突擊 並透過不斷變換隊形 對多個要害目標精準打擊 指揮員引導後續部隊突進 並奪取敵方的核心陣地 報道說演練有效檢驗了協同以及精準打擊能力 而內地智庫南海戰略態勢感知 發布衛星監察訊息說 美軍一艘驅逐艦 星期二在台灣西南方向東北航行 預計近期或會再次穿越台海 而美國空軍一架RC-135W電子偵察機 星期二援內地東南海岸偵察 範圍涵蓋廣東、海南島以及西沙群島等地區 而整個11月 類似的偵察就有94架次 海南海市局禍 由星期三起到星期五 每日上午6點到下午6點 南海有軍事訓練 期間相關海域封閉禁行 有線電視記者將為充報到